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比蓝 欢迎来到民主政线 戈尔巴乔夫去世了 戈尔巴乔夫一个被敌人赞美的人 那么这个前苏联最后一任总书记 也是当时呢 他这个改革以后 实行总统制以后的 所谓的第一任 也是最后一任苏联总统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辞世了 享年91岁 那么他辞世以后呢 普京呢象征性的对他表示了哀悼 那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方 对尤其是美国 尤其是拜登 对戈尔巴乔夫 非常的深情的流露出来的一种赞美之情 那美国人是应该赞美 因为戈尔巴乔夫亲手终结了苏联 让美国赢得了所谓的冷战 当然美国的冷战的胜利者的姿态是大达折扣的 他说水分很高的 因为没有中国 他根本赢不了这场冷战 实际上 苏联 他是面临着中苏冷战和美苏冷战 两场冷战 但是操纵了西方舆论机器的美国 他向世界宣告 他赢得了这场冷战 对吧 那么我们来看看 这个戈尔巴乔夫 一个被敌人赞美的人 我们都所谓的这个 我们对这个整体的戈尔巴乔夫 对苏联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情感 我告诉各位 正确的价值观是什么 首先第一个 中国人不需要去缅怀苏联 为什么 因为苏联事实上是我们的敌人 那苏联解体了 在我们跟美国联合加工下 他解体了 那对我们来讲是好事情 我们释放了我们北方的 漫长的边境界的国防压力 因为在苏联解体前 他的在中国这个新疆这一带 在而且蒙古也是他控制的 再加上这个东北这一带 整个从东北到蒙古 到整个西北边境 全他妈是苏联的这个压力 所以说我们当时 国防重点压力就是在那个地方 就是在北边 那他解体以后 那么再加上江泽民跟鲍利斯耶利钦 签署了这个中俄的 所谓的边境看定条约 那之后呢 我们这个北方慢慢慢慢的 再加上普京那个时候 执政来 一直以来我们领导人的努力 这个让普京打消对我们的这种猜忌 和这种防备 那直到习总上台以后 那么彻底的 这个中俄之间签出了一个协议 什么协议 就是说在各自的边境 不派重兵了 所以说他在中俄边境的 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机械化的 这种装甲部队 还有这种重武器 全部都后撤了 俄罗斯就是说 重点把这里的兵力给释放出来 一个是 这个放到日本这一带 还有就是说 往这个中央战区 和他的这个 西部军区这一带 走 那中国也是 我们就是重点 就是说经营整个往南 向南拓的这么一个战略规划 我们向南进 到澳大利亚这一带 往东 对吧 到东太平洋地区 和往南美洲 北美洲那边去辐射 对吧 然后我们向西 我们 到这个 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这一带 那么这一片 全都是我们总体的 一个释放出来的 一个战略的 一个 一个前进的方向 我们 等于说 俄罗斯跟中国这一带 我们不再用重兵去 相互防着了 所以说 这就是苏联解体 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所以说 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们不能够 因为它是 什么共产主义 它是所谓社会主义 然后我们就说 对它有这种感情 这个是不对的 苏共跟中共 包括朝鲜劳动党 包括越共 那都不是一回事 大家明白吧 所以说对于 苏联我们不需要 我看到网上还有很多人 在怀念苏联 怀念苏联干嘛 怀念我们 跟他长期武装对峙吗 是不是 知道戈尔巴乔夫去世 稍微缓解了一点 但没有说 只是说政治上缓解 但是军事上没有缓解 这个压力 所以说呢 戈尔巴乔夫 我们也应该感谢他 选择了走这种改革与新思维的道路 选择走西方的这种道路 那这个我觉得 这是我们应该对他的这种情感 就是说我非常感谢你 但是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上来讲 从这个共产党的事业上来讲 那他又是一个 我们又另外一种层面来看他了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是背离了你的信仰 你背离了你的信仰 你投入了西方的这种 怀抱被西方给成功的和平演变了 那你给俄罗斯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对吧 同样你也给整个社会主义事业 带来了很大的这种损失吧 可以这样讲 那么大家要知道 看这个戈尔巴乔夫 我们重点其实就是在看是什么呢 是从1985年3月 开始看起戈尔巴乔夫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拜登 他们包括 其他的一些领导人 对他的是什么评价 拜登称戈尔巴乔夫是一个 有非凡远近的人 美国总统拜登对苏联第一任 总统戈尔巴乔夫 是表示哀悼 称他是一位具有非凡远近的人 拜登在白宫新闻办公室发表的新闻中说 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具有非凡远近的人 拜登说他在做参议员时看到了戈尔巴乔夫结束的冷战 他说戈尔巴乔夫推动的民主改革 坚信改革和公开信 不仅仅是喊口号 拜登称戈尔巴乔夫是一位结束的领导人 他勇敢地为国家实现不同的未来 拜登说即使在离人多年后 戈尔巴乔夫仍然深深地参与其中 他还提到09年戈尔巴乔夫先生访问白宫时 曾和他就两国为减少和库存而正在进行的努力 谈了很久 拜登说这很容易看出为什么全世界有这么多人如此尊重他 那么 瑞典外交大臣 戈尔巴乔夫曾让年轻人对没有压迫和冷战的未来怀抱希望 日本首相戈尔巴乔夫为销毁核武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后反正英国法国什么乱七八糟的全部都这个发话了啊 就反正就是对他全都是赞美 那一个对于我们就站在俄罗斯的角度上去看这个问题 一个被敌人赞美的人 一个俄罗斯公民 你觉得他是敌人 还是朋友 是好事还是坏事 对吧 那你美国如果当然会很高兴的 因为戈尔巴乔夫从一个处级干部的时候就已经被西方给渗透了 所以通过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出来一点很明确的一点 习近平主席 我认为习近平所有的讲话当中 我一直以来都说过 习近平所有讲话当中 我最觉得重要的就是819讲话 819讲话 对吧 所以我个人感觉 在中国 我们没有必要 就现阶段来讲 我们没有必要搞什么政治改革 没有必要讲什么 温家宝在 卸令前 在美国接受这个 跟着比较电视台采访的时候 所说的 中国的出路要政治改革 这个是我个人认为是不对的 因为中国的政治改革 其实像他们 像他这样讲都是有私心的 为什么 因为 你在习近平上台之前的中国 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是一个意识形态崩塌的一个社会 像高晓松这样的人 他可以大行其道的 对吧 那这些资本 又是操纵的这些舆论 进而干预政治 对吧 那所谓的政治改革 无非就是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一把手的这个权力给分散 这也就相当于 相当于戈尔巴乔夫搞的 戈尔巴乔夫搞的 改革与新思维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把 把苏联从 在这个党和社会的决策当中的 重要的这个决策者变成了一个 只为选举而服务的一个 这么一个政党 哈哈哈哈啊 那 那你这样的话 你这样子搞的话 就是说你 你搞这种所谓的 还那个时候还说 还搞全民公爵啊 去保留苏联 不苏联还搞全民公爵 对吧 他搞这套东西 那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 其实在之前 它是有一个经济改革 因为苏联的经济 已经属于是僵尸经济了 因为从 不是这个 应该这样说 从这个大林时代 到最后面的这个 赫鲁晓夫时代 再到伯利利涅夫 长达20年的僵尸时代 其实苏联的这种计划经济 其实是行不通的 我国就是吸取了 苏联这种 行不通的计划经济 合作社 这条道路以后 你看他清工业 他根本就没有 什么东西都没有 他只有说 举国之力的这种重工业 对吧 而且这个 军备的开支 达到他 这个总的GDP的25% 这个太夸张了 对吧 然后 他的整体这个经济 出现很大的问题 所以克尔巴乔夫 从1985年3月 当年呢 是谁 就是在 1982年 安特洛波夫去世以后 那么 是谁上台呢 是科格勃主席 这个安特洛波夫 上来 上来干了两年 就去世了 他去世以后呢 又是72年科 干了一年 72年科 干了一年呢 由于这个年迈多病 然后呢 就去世了 所以说当时呢 他们就说选择一个年轻人吧 选择一个年轻人 选择谁呢 就是格尔巴乔夫 那么格尔巴乔夫上台以后 先是搞经济改革 但经济改革搞到最后 那段时间 我记得他在那时期 还搞了那个禁酒令 在俄罗斯搞那个禁酒令 大家想想看 毛子 全世界你说喝酒 都排前几名的 对吧 他这么酗酒奴命一个国家 你给他搞这个禁酒令 而且你的这个酒的这个出口 又是能给你创造大量的外汇 基本上大家都懂吗 你喝继位酒的 调继位酒的 就是福特加跟那个郎姆酒 这两种酒 还有其他的一些酒 但是最主要就是这两种酒 那你这种酒的出口 也是给你创会的 他也是要搞经酒令 所以他整体的一个 包括对国企的那个改革 对他们苏联时期的 那些国企的改革 各方面他都是失败的 那经济改革失败以后 他就开始搞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呢 最后搞了也是失败的 因为你要搞你的政治改革 问题是在于 你在搞经济改革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培养了 他妈的一帮这种 红色经理人 这种寡头 为了为日后 苏联解体 侵吞整个国家资产奠定的基础 也就是说 当时在苏联 有权有势的人 就像在习近平上台之前的 中国一样 这些有权有势的人 这些高干 他们控制着 中国的整个经济命脉 对吧 所谓八大家族垄断中国 是不是 老百姓又不是傻子 当然很清楚了 对吧 你控制中国 本来就是说 那温家宝的 他所说的那种 政治改革 什么意思 那就是说 那 把你主要的领导人的权力 给分散出来 把你主要领导人的权力 给分散出来 比如说 走越南 是不是走越南模式 由这个 政治局常委 决定 扩大到 政治局委员决定 从政治局委员 来决策 再扩大到 中央委员的决策 然后再扩大到 下面 这个 整个 整个往下面再拖 那领导人分散的目的 就在于 不能集中力量 办大事 那 等于说是 把什么 九龙治 九龙治水 这一套 全力都给他分散化 这个我们在看到 在胡锦涛第二任期 中国出现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 权力过于分散 正临不出 中南海 那整个国家 社会是极其腐败的 而且军队 也是腐败的 对不对 我是那个时期当兵的 军队也是极其腐败 没有任何战斗力 这样的国家 当然 有些人 某些人 他要搞政治改革的目的是什么 像苏联时的 政治改革的目的是什么 不就是为了将来 等这个 国家可能完蛋了 可能转型了 那就等于说什么 把国家给掏空了 就变成真正的寡头了 原来的红色 这些经理人 这些厂长 这些国企的老总 全部都变成资本家了 那么不就是搞这个东西吗 是不是 所以说在习近平上台之前 应该说在他的第一任期内 其实中国其实就是这么一种 一种跟苏联解体末期的那种弃传派 是一样的 在我们1989年8964的时候 对吧 其实这个所谓的8964 它很像很像什么 很像很像当年这个 这个东欧巨变 其实说实话也是东欧巨变的这种余政 那其实真正的8964 它背后的操纵者 它其实是有人的 对吧 跟赵紫阳 胡耀邦 没有关系吗 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8964 不就是因为胡耀邦去世 才妈的才 这几年才开始搞的吗 那胡耀邦跟赵紫阳 那不就是中国的戈尔巴切夫 跟中国的鲍利斯耶 伊丽钦吗 对不对 所以说你 所以你能知道 为什么 在中共的党内 对胡耀邦 尤其是对赵紫阳 他的这个评价是非常非常低的 基本上也不提他 但是你要知道公共 自由主义公共知识分子 他们是非常的 这个对赵紫阳的 包括对胡耀邦的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 是非常高的 那我说过 敌人拥护的 我们就要反对 敌人反对的 咱们就要拥护 那他们一天到晚在那里辱骂习主席 那我们就得拥护习主席 对吧 我们就得拥护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 因为习近平他的819讲话 让我看到了 他有信心 要把这个 要扛大 就是说 肩负使命 把这个责任全部都扛起来 所以说这个 从819讲话以后 我对习近平的这种 认可和这个支持 是达到前所未有的一个地步的 所以说我个人感觉 从整个苏联 我们要吸取的教训就是 我们的政治安全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领导人的选拔 包括我们的领导班子的选拔 都是很重要的 明白吧 就是说你现在就是 就是坚持你这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道路 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这个道路 对吧 权力要集中在精英的手里面 而不是说权力去给他分散 因为权力去分散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弊端是很大的 所以说 戈尔巴乔夫 我们来总结一下 就是说戈尔巴乔夫这个人 对我们来讲 我们应该感谢他 因为他把苏联给搞解体了 把我们的战 把我们的这个 军事压力给释放出来了 对吧 让我们能够着远于去解决台海问题 能够去去这个解决 就是说我们能够向印度洋去拓展 能向这个中太平洋 和东太平洋地区去拓展 能向南 往澳大利亚那个方向去拓展 这一点 确实是 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 从这个整个这个 社会主义这个事业上来来讲 那戈尔巴乔夫确实是一个罪人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对吧 因为你看连美国总统 你看连瑞典这种 他妈的白左 对他这个赞 都是有赞美赞美支持 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吧 那通过他 我们应该注意到 我们中国 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对吧 我们这个俄罗斯的 就是以前前苏联 这一种 盲目的去套用西方的这套制度 搞他这个民主改革 所谓的选举制 这套制度 其实是 错误的 它完全是错误的道路 因为我说过 你要是想搞他那一套 其实你的社会要转型的 但是 现在的所谓的民主与自由 它又是白左化的 它又不是像以前那种 可能说美国有一个时期 它真正的是这套民主制度 它是搞的是相当出色的 它是有一个阶段 是搞得还可以 但是那也只是昙花一现 更多时候这套制度 在现在这种 白左的这个带领下 已经变成高度民粹化 反制化和低俗化了 对人 对整个社会 对民族 对国家的发展是不利的 所以说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更你看台湾 对吧 台湾也是从一个 中华传统的一种 威权主义制度下去改革的 他从原来的这种 蒋家王朝 对吧 这种威权制度去改革的 你现在看台湾社会 变成什么屌样 等于说这种又是失败的 就等于说 在我们这样一个 汉藏文明的制度之下 这一套制度 是不适用于我们的 懂吧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这个地区的 这个地理环境也好 包括整个人文的环境也好 我们就适用于政治强能 领导我们 带领我们前进 而不是说搞那种 像那种 苏联搞的 和这个台湾搞的这一套 你看看在台湾搞这一套 是不是失败 台湾是最 最劣质的 所谓的民主 他是改民主改革 他是失败的 他是失败的 他不是 你看看他 那你想想看 以前的这个台湾 对吧 没有搞民主改革之前 还敢跟中共牛逼呢 还敢跟中共 对放枪 对放炮呢 你现在敢吗 那人都变成什么东西 都是二椅子 宦官在这里执政 所以如果中国也搞 什么什么新中国 像郭文贵的 新中国联邦 或者搞什么中华联邦 这种邦联制 联邦制的 那你中国就是绝对是完蛋 你懂吗 懂我这意思吧 我们搞几个政党 那绝对是 倒了血霉了 你不要小看 这些 现在掌握这些 赐国家级权力的 这些大官的 他们 包括这些国企的 这些老总 我们搞那一套 他绝对会把国库 给掏空掉 你不要对他们 抱有很大的希望 他会为了你 不可能 他就是为了他们家族 所以说我们必须 支持习近平 必须支持习近平的 路线 方针和政策 这个才是能够 让我们这个社会 长治久安的 唯一的法宝 否则的话 对吧 你就算 你就算中共 你不搞政治改革 你就算是党内 你的权力过于分散的话 也是不利于 我们这个国家 目前所面临的 这个环境 你想想看 中美新冷战 不仅对内斗争 还要对外斗争 他必须要 要有一个人 来发号施令的 而不是几个人 来发号施令 大家明白吧 所以对戈尔巴乔夫的死 我就评论这么几点 简单的提几点 因为我要真的要 完全的评论的话 那太长了 等我们简单的 就挑几个重点 我们来讲一讲 好吧 但至少从这个整体的 从这个社会主义 这个理想上来讲 他确实是 一个被敌人所赞美的人 一个被敌人所赞美的人 只要是敌人拥护的 我们就要反对 敌人支持的 敌人反对的 我们就要拥护 这一点 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伯来 喜欢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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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